由80名官兵组成的刺杀方队 使用自动步枪采取击 打 防刺等方式 展示白刃对抗基本手段 在特战反恐科目展示现场 官兵展示了牵引横渡 滑降攀登 特种射击等科目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给我非常深刻的是刺杀那个表演 它那个队形 因为我们是从侧面看的 然后它那个队形是非常整齐 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升国旗的时候 就是军人们正步的时候把国旗拿过来 然后在身上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作为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个事情 武器装备展示区也吸引了大量军迷驻足观看 他们与官兵现场互动 了解国防知识和装备性能 观众还走进班牌宿舍 荣誉室 以及综合训练馆等 感受官兵的日常生活和训练节奏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就是澳门有驻澳部队的保护也是感到非常的安全 据了解 此次开放活动为期两天 将向澳门市民集中展示驻军部队军事训练水平和旅行防务能力 军营开放作为驻澳门部队与澳门同胞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已经成为深受澳门同胞欢迎和喜爱的特色军事文化和国防教育品牌 自2005年起 我们已经先后组织了17次军营开放活动 展示了驻军威武文明形象和旅行防务能力 凝聚了强大的爱国爱傲正能量